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议会来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我们民主党的拍档 我们的总干事林卓廷 阿廷 多谢你 多谢兄姐 多谢 大家见到我请阿廷上来有很多原因 因为如果你们有看新闻 你们最近在报纸都有见过阿廷的访问 我们很开心 民主党最近只有阿廷回来帮忙 做总干事 大家知道 在一个党 虽然大的党当然不是 只有几百人 但是总干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未来几个选举 除了选举之外 其他的党务都要阿廷帮忙 阿廷亦都是在民主党 党领一定是老过我 一定是高过我 大家都知道阿廷在联署做得很开心 又回来民主党 多谢你阿廷 多谢你上来跟我们的网民 听众、观众谈谈谈 不要这么客气 现在你回来民主党多久 两个月 两个月 我以为好像很长 那开不开心 开心 因为都是我一向的志向 志向 但是回来两个月的事态的发展 是否如你所料 很接近 很接近 其实政治工作 天天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我回来之前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充分的心理准备 你不要说这么恐怖 还是我们想鼓励网民加入政治行列 你一说到这样 你什么准备 吓死人 因为我的意思是 挑战是各方面而来的 有社会不同的事件 党内又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其实做政治工作 中国从来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 有什么心理准备 就是要面对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挑战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 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希望党会配合你 做得到 希望未来的岁月 互相配合 你在联署做的 其实你在联署做了多少年 联署做了三年半 联署之前也是民主党的 不如你简单讲讲给我们听众观众 为何你当时离开民主党 走去联署 其实我跟传媒都讲过 当时离开主要是因为 跟当时的秘书长有些意见不同 秘书长吗 对 有意见不同 我就决定离职 难怪你不是跟党夫意见不同 跟秘书长意见不同 就要走 那时是谁做主席 何俊仁 都是他做主席 是 你现在又回来 为何那时主席不会处理 甚麽事 过去了 别说 家事为了 但是走了就去了联署 走了之后我做过不同的工作 后来才去联署 因为考联署的时间 差不多九个月至一年 才完成整个招聘 即不是离开民主党就立即去联署 不是 那联署做得可不开心 联署做得不错 因为他工作的性质 以及都是我自己的理想之一 所以我原先考入去的时候 是想着是终身的职业 你不知终身了几年又做了 你现在来这儿又终身 细事难料 是吧 你年轻人不用那么容易想到终身的职业 可能你会转多几转 是 但我个人的想法都是 就是 有个长远打算 我不是想 不会想着来这儿做一做就走 是 那为何又终身了一阵 又会被仁哥帮你回来呢 都是因为之前我们上一任的总干事 有些负面的新闻 然后他离职 党是需要有一个接任 所以仁哥就接触我 问我的意向 我考虑了很短的时间 就答应了他 你又可以的 很短的时间就答应了他 是呀 其实整天都想回来 可不可以这样说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为何我考虑这么短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志向 这个我是从来都很清晰的 我就算在联署的时间 其实我一直都很关心 香港 以至内地的政治发展 我经常都 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 我就在这儿问自己 如果我还在民主党 我可以有些什么 帮到手呢 自己有些什么 可以帮轻一下整个党 或者整个民主运动里面 我可以发挥到多些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联署的时候 出过几个重要的新闻 包括内地的维权 运动越来越斥热 包括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 香港又有政改的争议 我经常都问自己 当然联署的工作是比较安稳的 前景亦都可以看到是不错的 但我经常问自己 这个是否自己最大的志向呢 所以赢哥到两个多月前 问我的时候 其实虽然没有即时答应 但我心里面 都已经有个决定 不过要跟太太交代一下 处理一下太太的意见 所以她们星期五找我 星期一答复 真是好事 其实真是潜意识 你心里面 常常都是想走这条路 现在大门一开 那当然回来了 是没错 其实志向都是这么久都没有变 还有我离开了民主党之后 人哥或者其他民主党的朋友 偶尔都有接触我 大家聊聊天 因为始终我过往在民主党 都工作了七年 大家有一个比较深厚的关系 他们很喜欢跟我聊聊天 我又很乐意 跟他们聊聊我的想法 社会时事 我这些人都是很多意见的人 民主党现在很需要多些人 给多些意见 我相信我们未来 你说几个月或者几年 都面对很多大事 很多风浪 当然希望阿廷帮忙 大家去处理得好 但你现在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的党 先讲短期 短期来讲就是 未来的区议会选举 这个是 你很担心吗 当然啦 因为区选的成绩 是对于一个政党 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市民可能都了解到 民主派的资源是很缺乏的 而我们地区的工作 就很依靠我们区议院的据点 在各区服务市民 争取市民的支持 如果我们区选的成绩 是不理想的话 会是长远影响到 我们地区的工作 而欠缺地区理想的工作成绩 其实很难去枯紧 那个选票 尤其是立法会选举 过往我们有很多统计看得到 当区如果是有自己的区议员服务的话 立法会的选举的时候 票数是会高的 这个是相互影响的 如果我们那个区议员的席数 是萎缩的话 而亲建制派和建制派 是继续扩展他的势力 长远也会影响到 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打好 这场区议会的选战 希望在现在 一来人民力量 就追击民主党 大家都知道 二来建制派 摆下去区议会 选举的资源 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站稳阵脚 希望可以发挥到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保障我们现在现有的席位 希望如果拿到更多 当然是更理想 但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你说起人民力量 去追击民主党 或者追击其他人 都有 但是保皇党 在这个区议会的候选人提名 截了纸之后 就好像有七十多个保皇党 大部分 就已经自动当选 有些人觉得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可以自动当选 因为全香港有四百多个区议会的位置 我们民主党出了百多个 泛民加起来 好像二百多个 有二百多个是没有民主派的人去争 我们泛民的人去争 有些人说民主派来跟我们争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觉得 那些是同路人 有些选民最近就问我 因为我都落区 虽然我自己不选区 议会选他 但我都去帮我们有些候选人 有些市民就有些混淆 他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又选 那个又选 我便告诉他们 那些不是同路人 是不是民主派 我就懶得说 我又没有专利 我没有可能说我是民主派 你不是 是不是民主派 就是由市民去决定 是 但是是不是同路人呢 就是我们可以决定 你觉得民主党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因为选举11月6日就来了 是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些选民都有些混淆 还有在这一方面 是否我们的党应该可以做多些东西 去协助选民去厘清那些东西 当他投票的时候没有那麽混淆呢 其实我看市民对于现在民主派 各个政党的定位越来越清晰 第一就是关于议会抗争的手法 社民联和人民力量有它用一个比较冲击的手法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而民主党以至公民党或者民协这几个政党 其实我们都是没有采取类似的手法 我们当然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就是我说民主党 民主党当然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尽每一个方法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反对也都会反对到底 但是我们是不支持他们这个很激烈的抗争的手法 尤其使用到暴力 这个其实在早前保安事务委员会 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上面有个动议 我们其实都是同意譴责使用暴力 去冲击这个逮捕机制的咨询论坛 其实从这些方面 一来是我们民主党的立场 是不贊成的 第二我们也是透过这些表态 去和选民讲清楚 大家的路线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那个手法上大家的分野 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政改方面 阿卿姐当时你在这 我不在民主党 这个你更清晰些 大家走那条路线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你觉得市民是知道的? 我不敢说全部 不过不少市民是知道的 当然我们现在在竞选策略里面 亦都再次提醒市民 大家是有不同的 当然人民力量或者社民联是有它一定的支持的 但是民主党希望拿到自己的支持者 大家要分清楚你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 按住自己的政治立场 选民是支持你的便投你票 但我们就不应该去回避大家的立场 或者政策上的分野 不要因为大家是泛民 现在不是的了 我们讲泛民的意思 其实我们是没有专利的 泛民的意思当时就是 因为立法会一班民主派的议员 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坐在吃饭时间开会 所以叫做饭盒会 但饭盒会就没有饭盒 你别以为每个人拿个饭盒给你吃 你自己买过来又可以谈 大家开会 有些事情可以谈的 大家讨论 共同立场又可以一起出 开记者会便来了泛民 饭不是吃饭的饭 但自从去年之后 本来有23个议员开会 现在均20个 星期五又再开会 那一班我们叫做泛民 当然也有人会叫其他都是泛民 这些是他们的中意 所以我刚才要强调就是 我们不是同路人 如果你无端端把它包起来 就不行的 我是不接受 但你喜欢怎样叫呢 这个有你的自由 所以我们用的用词都要小心 不要帮手令到公众有些混淆 所以说什么叫泛民 我们现在20个开会 我们就是泛民主派 其他人叫你自己的事 而且有些市民就说 我听到有些人说 选举要洗牌 其实每一次选举都是洗牌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你有本事你就拿个位 而怎样叫有本事呢 还有承担 就是你一直在区域做事 好像我们绝大部分的社区主任 你输了 你在区域做几年 到时去选 就看选不选得到 他说不是 现在有些人突然来到 他说我抱着你一起死 一起死呢 洗牌就是了 洗了给民建联 洗了给工联会 还有洗了给保皇党 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市民就问 这样怎样玩法 我说 我就不知为什么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背后有什么的瓜葛 我说虽然你和我都没什么证据 可以摆桌 但是有些市民就很困扰 我最近见到很多市民都说 他说 哎呀 慘了你民主党今次真是被人害 你回来两个月 是否觉得我们真是被人害得很惨 我们就见到有人民力量 有些文宣 就说追击就是要大换血 那就换了武汉党进来 他已经拿七十几个自动当选了 他说要大换血 那我就问一件事 很简单 你人民力量 说清说错 就说你不是以争取议席为目标 是要拉一些所谓出卖民主的人 下台为目标 那你换什么血呢 你自己又赢不了了 又拉民主党的人下台 换什么血呢 就是换民建联工联会 还有隐形保皇党 其他保皇党的人换血 那我就问 是什么原因 我想问 其实阿廷我最想问是什么原因 原因 不过你和我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放在桌上 那我们是法治之区 就不要说些东西 但是呢 我又不是很相信香港人 就这么有空吃饱饭 没有东西做 做一些市民跟我说 选人不理己的东西 那有些人就觉得 你死了就好理我了 那看下大家市民是否同意 什么原因我就无办法猜测 跟阿卿姐你一样 不过客观效果就很清晰了 就是换血就是换了民建联的血 不过阿廷 我们亦都无可能 一票未投我们就会认输 是换了民建联 当然 所以我都是希望市民 是清晰点去看 即是谁你认为值得你支持便算 但是出了这个因素 在这里就有些市民问 所以我们就看下 民主党还有没有方法去处理 另外阿廷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是年轻过我很多 我呢 星期一去了一间 在石劫美的中学 那些学生呢 仍是记住政改 那些学生也都不太喜欢 民主党去年做法 那这个我们明白 我都讲到明白 我们明白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有些人不同 而我们很尊重他 也都解释 我们做了些什么 为何这样做 那有些学生就觉得 不行 一定要坚持 那我们说 其实05年 当时真的是泛民 泛民是坚持的 那政府是小圈子 提出了些东西 那我们就否决了它 原地踏步了五年 如果今年 即去年再坚持 又原地踏步五年 那我们当时 为什么支持 现在这个一人两票 方案就是 市民觉得 很闷 很不开心 他们希望 如何都移动 走走走 那后来整到 一人两票 有功能组 全香港可以投票 那我们支持 你自己理解 年轻人 大家很难去掌握 你自己怎看他们的看法 因为这个再看远些 是否觉得民主党 令到年轻人觉得 你这个党这样 无可否认 政改这个决定 是很大很大争议 当时我不在民主党 我已经在联署工作 我一听到民主党有这样的决定 我第一个反应 就觉得 咦 是否新闻暴漏了 讲三个条件 是否漏了一些条件 没有讲 我还以为 有时新闻未必准确 后来再听 咦 真的 民主党就说 接受这三个客 是 接受了 改良方案提出了条件 我再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也没有找人哥 你们这样谈的 知道你们都很忙 我再思考 我大概都猜到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太熟悉 人哥 或者民主党整个灵狗七 我从来不会去质疑 他们的政治的立场 和政治的诚信 但是一般市民 不会像我这麽熟悉的 接触民主党也是透过传媒 或者平时日常的工作 认识是比较远距离 我当时已经想到 其实民主党做了这个决定 一定党内都会有相当大的争议 也都是 最后 都是固存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大格局的发展 才会作一个这麽重要的决定 后来我听到 人工立法会的辩论讲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问一个问题 如果继续否决这个政改的方案 会不会令到普选早了来呢 会不会可以争取到我们的双普选呢 其实大家苦心自问 中国民以香港现在的政治格局 是不是只是抗争 单凭抗争去否决他 中共就会给香港完全普选呢 我的答案是 中共都不会给香港全面民主化 我相信普遍市民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 这一定不是很理想 很令人满意的方案 但是 这是在现实客观环境下 争取到的 一个不错的方案 因为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直选加了五席 其实我的看法 在功能团体加了五席区议会 所谓的超级区议员的议席 选出的议员 将来会有几十万的选民的授权 在立法会来说 他们的分量 意见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们就希望可以从根本上的改变 慢慢推动到这个政制逐步再向前走 希望尽早 当然希望最好下一届 就有双普选 但是这个概念 其实不是说三言两语 那么容易跟选民 尤其是年轻人 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 这个是要花多些时间 把握多些机会 跟选民讲 跟年轻人解释 还有这件事我觉得是 在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完了之后 出来的政治气候的变化 大家会完全感受到 当然你说这个民主党的决定 日后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预料那样 会不会有其他的发展 那很难说 政治的发展很难说 不过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争取到这个方案 年轻人来说 我其实都年轻过 你都不是很大年纪 不如你报你多少岁给大家听 我34岁 34岁都是年轻 那年轻人应该有更浪漫的色彩 更加理想化的想法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也很鼓励 但是从现实上 政治谈判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香港有多少谈判筹码 在中央来说 我不让民主化香港有多大的压力 有这样的互动在那里 阿廷我相信 我同意你的分析 我相信你亦都认同我们当时决定 你才肯回来做这个事 当然 但是在年轻人的工作 我相信我们民主党 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做 当然 但是我猜你现在做你的份工 都做得很辛苦 我相信我们 但是在这方面 是要再做多些工作 让他真的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因为我自己去很多学校演讲 因为我放了一个广告在教协 他的报纸 有些学校都邀请我去 我去到的时候 有些学生是支持 有些是反对 这其实是没问题 我解释给他听 但是我们都要比较 详细点 有耐性点 听下他的说法 然后再解释给他听 这个是我们要 我相信对于党来说 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或者你讲一讲给我听 就是去年当事发生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无论你的朋友也好 你的同事也好 甚至其他那些 你听到那些人 一般对民主党的决定 反应是怎样 其实反应都是很两面 有部份人当然觉得 为什么民主党这样的 将立场转了的 但是这个意见 在我的接触来说 似乎不是一个多数的意见 其他那些怎样看呢 多数的意见 觉得 都是觉得 现在的政治环境是这样 继续否决它 都没有发展 不如试试新的方向 都不妨一试 好过没有任何的进展 我听到更多的意见是这样 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的 你如果支持 支持的多数就不出声 这个我每人都知道 反对的才出声 这个很正常的 你不会很大力地去 我支持民主党 不会这样的 通常 但是你反对的人 觉得你这样是原则上妥协的 觉得是所谓出卖民主的 你的反弹会大 其实我是理解的 理解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没有想过民主党 会在立场上 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幅度的调整 这个事前他们没有预计到 所以他的反弹有在那里是明白的 还有因为时间也是很少 很急 如果我们想回去年六月初的时候 其实就是特区政府 和中央政府也开了记者会 宣布了 是什么都不接纳的了 是他们就恢复回来 立法会恢复而读辩论 当时如果你什么都不改 我们一定投反对票 一定就否决了 是他说了那句之后 后来我们民主党自己开会 何俊仁就觉得 乔洋人大副委员长 不是副委员长 不是副委员长 是副委员长 乔洋人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说民主党提出全香港人投票的 区议会议席 没有说是违反基本法 只是说香港有不同意见 他们又觉得他这样说 可能门还未删实 但是如果是就只是这些 这十籍而已 其他无得谈的了 那我们是否杀呢 仁哥就觉得应该要杀 应该要拿 其他人都支持的 就算我自己 我觉得都是值得拿 我又想问阿轻姐 你过往 因为我未 未听过我会这样说 因为我离开民主党的时候 阿轻姐你未进来 我其实听到的新闻 我其中一个惊讶的地方 就是阿轻姐都赞成 因为我刚才也说 很多市民很沮丧 很不开心 看到局 政府都开了记者会 他说不收定的了 那我们就一定反对了 一定死定的了 市民是很不开心 而且不开心 不是单止是今次死了 因为北京当时讲过 2017可以普选行政长官 之后 大家就当他是2020 可以普选立法会 那个前设是要有些东西先动 如果你上一届又不动 今届又不动 那你还说一七你想有普选 那那个就更加渺茫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难 而且你现在有十席 初初政府建议那十席 五席地区直选是没问题 他那五席是区议会 四百多个区议员互选 互选 你又发达了 现在已经互选一个叶国谦 你就是互选六个 六个叶国谦 五个五个 那当然不行 而且他自己 共产党自己出来更正自己 因为他已经宣布了没有 后来宣布说有 可以 所以我觉得要走一步 而且我已经说过几次 如果这个方案 这十席 是在05年提出 我是几有信心 05年已经过了 但当时没有 没有这些 当时只摆在那里 五席 还有加五席 就是区议员 那当然是否决 那已经结束了 没有后来发生 这五席 不如区议员自己提名 但给你全香港选 因为是没得谈的 当时初初 张文光第一次开会说 喂 你区议员那个 你区议员提名 为何你不给全香港选 哇 个个群起而公之 在此笑他 那些保宏都那些 神经病的 怎会给你 没有人肯给的 还有呢 后来中央说 转态 说给 可以接受民主党的建议 哇 那班人都像死老爸那样的 个个要北京派人来 跟他做心理辅导 因为他们全部都不是自己控制自己的 北京说可以就行 北京说不可以就不行 北京突然又不可以 变成说可以 他就要出来说可以 很尴尬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你看到我 我个人 其实有些事情 我都是想 有些人说 你当时说得这么硬 一定要双普选 没有就不行 所以就这件事 我自己是向选民道歉 是 因为我们说要双普选 现在拿出来这个不是双普选 但是我们说是 为什么我们接受 如果市民说不喜欢的 那没办法 你可以懲罰我们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我听到很多市民喜欢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句很有趣 你说我亦都同意你的 你说如果你做得好 每个人都不出声 你做得不好他才会双你 就是到一个程度这个是对的 但是在去年的期间 何俊仁尤尤其是 他说他从来没试过 周街走 那么多人来赞他 又抱着摆着肩膊 赞到飞起 我去年都去了很多学校 尤其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是屯门天水围那些 有一次去完 我去酒楼吃饭 那个人走过几围桌 走过来赞 他主要是赞何俊仁 他说你民主党真的做得好 所以这些东西 报纸是不会报的 他写了 因为我明白 有些传媒他本身不喜欢 所以他写就写衰你 写赞你你就发达了 当然不写了 那这些算了 不过这些客观的数据 客观的数据就是 香港大学 中文大学 浸会大学 他们做的民意调查 都是很清楚的 是 民主党的政改方案 是获得最少五成多 去到六成多 近七成的人去支持 这不是一个调查 是几个调查都看到 亦都有相当多的市民 是赞成民主党是透过一个谈判的方法 去争取普选 当然有些人是反对的 反对相对是少数 是的 我很高兴你说这句 阿廷 因为刚才你说 很争议 很多人好像给到印象 很多人都很反对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 那些人经常骂你 我说什么 周围在街上骂你 我说没有 除了七一 七一当然是 那些人一直追着骂 平时行街 老实说我每天都到街走 我又没有车搭 我没有自己司机 我又搭的士又搭地铁 哪个人追着骂 有些人听起来很不顺气 怎会没有 这么多人 我说我有就没有 我不是说没有人在街上骂我 就没有争议 我是说两件事 你说周围被人骂我 我说不是 但是是否有人说不同意 我当然不明白 但是是否去到那个阔度 那个幅度 你刚才说了有些调查出来 但是如果你看传媒的报道 可能你就会觉得不是 那些人骂你民主党死了 就是无论如何也好 我现在也不想再说回那些东西 但是我相信民主党要做的 在这个选举 就是要告诉市民听 提回给他 是 我们去年做了些什么 对或者错 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你想起来 想起来 如果你真的很不开心 你当然不会投我们 但是如果你是觉得民主党做得对 我请你们出来投票 因为投票就是我们要欠 都是欠票给你投 所以这个我相信很重要 最近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广告 就是冲破僵局迈向普选 提回市民去年的做法 就是冲破了当时的僵局 如果再否决 原地踏步十年了 市民是不想见 不是普选 但是埋向 阿廷你觉得有无效呢 我们的广告 这个就很难去量化 有无人对你广告 没有人对你提过 不像去卖商品 一卖完广告 跟着就会 就是很多人买 就是很多人买 能量化到广告的成效 但是这些政治的文宣 是需要慢慢滲入市民的想法那里 就是提醒他 民主党的立场是怎样 你如果是支持的 你是不是应该走出来 说出你对民主党的支持呢 你反对 我们当然尊重 你出来说我反对 我是要投这个 追击民主党的人 你便投 但是我想大家说清楚 听清楚我们的理据先 再考虑再决定 刚才我说争议 因为议题本身是很大的争议 我不是说民意上 其实是五五波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兄姐 这个其实社会上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民意 是应该要想新的途径 去用一个谈判的方式 争取的捕捉 这个是相当清晰的 不过这个谈判 去年我相信都是逼出来的 现在你说去望前些 还有没有谈判呢 因为其实现在民主党 也好 你说和终极普选联盟 大家一起谈 都是想要一次过立法 其实一次过立法就很简单 就是一篇都写出来的 那写什么呢 就是写17年 你说普选行政长官 这个是你北京自己说的 那怎么普选呢 对 如果你说普选是一人一票 每个人都可以选 不过就是我给梁振英 你给范徐黎泰 给曾玉成 给叶刘淑 你去普选 那就是假普选 对吧 还有你说2020普选立法会 但是你说功能组别 在这个普选里面 又有位置可以扮演的 那就死定了 对吧 所以就希望你一篇都写出来 如何普选 令大家知道 那个是真正 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就是你写出来 大家有个安心 但是现在都不肯 所以我相信 阿廷你年轻 你们继续抗争 我们这些就可能 我相信中央也都很希望 中央政府 很希望我和何俊仁那些 就尽快退出 就是他们有些人都说的 共产党不是跟你斗长命而已 你这些人以为你这么聪明 你在那儿熬得多久 新那些来 新人士是新作风 那你觉得 新人士新作风 新的民主党 是不是会 好像中央觉得 就容易妥协很多 你是三十多岁 你也是目标人物 所以你跟我一样 都受到监视监控 我觉得用一句很热的 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 这是我们警部署长讲的 民主党的党格 这么多年已经很牢固 不会因为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在位或者不在位 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变革 这个党员都不会容许 我们几百个党员 当然我们会因时制宜 不同的时间 可能不同的策略稍微调整 但总的路线 和自己的基本原则 这些一定不会妥协 比如说我看阿卿姐 你去谈判写出来的报告 大陆常常叫民主党 退出这个支联会 大佬这些坚持了二十多年 根本是全个人生 最重要的运动之一 这是最基本政治的原则理念 我连这个都可以退态的话 我其他的原则和政治理念 可以放在哪呢 如果有这样的期望 以为阿卿哥或者阿卿姐你 有一天退下来 民主党就会变成信民 很容易统战 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是完全不了解民主党 阿卿现在有没有大陆的人 来跟你有空谈谈谈谈 很多人来跟我们的民主党 尤其是跟我们的年轻人 有空谈谈谈谈谈 当然我们告诉他 你谈谈谈 你回来告诉主席和副主席 他们还未开始 到现在还未有 做完这节目就有 到现在还未有 过往是有的 即是你未离开民主党的时候 未离开的时候是有的 当时我都有跟当时的主席 杨芯博士、仁哥都有说过 你觉得好不好 即是我们的党员和北京 很内地派来的人去聊天 其实我觉得沟通本身不是很大问题 不过就要紧守自己的底线 就是第一不能够将自己党内的机密去泄露 第二是要跟相关的负责人汇报 其实内地我叫他做情报人员 情报人员 情报人员 来香港接触不仅是民主派 不是个个都接触 对有很多 你美国佬都接触 最近你个维基解决那些 他都接触你个个都接触 他其实很多时候想听回 民主党最新的发展 或者你最新的政治立场 就某些议题怎样看 背后的理念是怎样 考虑是怎样 其实这些根本有很多 不是什么秘密 跟记者都 什么鬼都说 跟记者都说得清理楚 不过他可能 不知是否觉得记者说的 不知道是否全面 他想拿多些 我看到他们其中有一件事 他很想知道 我可以说完 你们最想知道的 就是你们的党内的矛盾 是 他最喜欢知道 哪个斗哪个有什么不对 他们要做功夫的时候 便容易做些 其实我看法 他问你 只是多一个消息来源 大家如果了解共产党的情报的手法 或者过往的斗争的历史 其实民主党有多少机密 可以保住到 而被人知道 你说起 那些人经常都笑 我们行李是被人摆了 偷听器 行李就是我们总部 是的 总部 是被人摆了偷听器 甚至中环立法会 立法会议员办事处 摆了偷听器 那你有廉主的背景 那些专业的看法 是不是觉得 都很可以相信 摆了偷听器 偷听我们讲话 这个是否国安国保摆 因为特区政府的偷听 包括是廉署 所以你自己怎样看呢 阿欣姐 我就不敢说我廉署的经验 我只能够说我过往多年 对政治的认识 如果我是中共的情报机关 在中国领土中最有组织的反对党 是谁 就是管轄范围 就是民主党 其实不是 你讲小了 你说我们是全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我就是这样说 中国领土中 我不讲台湾 台湾你管轄不了 最有组织 最有组织 是吧 暂时来说 都还是民主党 所以你一定要去 如果你是国内的情报机关 你一定要知道他在搞什么 你都不了解内部的情报 你是失职 没错 完全失职 完全失职 好像唐益玲 完全失职 他的英文是说错的 因为国内的资源是很庞大的 从事这些工作 他不听这些听什么 我相信其他人都听了 你只差这么多资源 你民协为什么不听 但是最重要 你都犯事处他 你说公民党他听不听 公民他听不听 现在搞工党一定听 他不单只听 他还渗透你 他还要是把东西放在桌上 完之后可以拿回去 要是有些人坐在那里 写着本本本 完之后打电话 我什么都知道 有时候我开会都说 说完有些人就 天网地 你知道我个人最惨 我口没遮难 不是 清心直说 清心直说 最好笑 我最近去柏林 创一个国际会议 就是讲中国的 他介绍我当时 他说这个是 Emily Love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我说如果我是中国民主党 我现在坐牢 中国有民主党 要么就坐牢 要么就流亡 我说我不是 不过你刚才说得很对 我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治之下最大的 可以自由运作的反对党 是 所以他不监听 你监听谁 那你怕不怕阿廷 那我说不怕 这些就是我开头说的 即是预备了 心他有预备 那时刻提醒自己 要紧言慎行 是 即是他执着你 有些什么黑材料 是吧 那有便没办法 有便没办法 即是被你捉到 是 即是自己要小心自己言行 即是 因为我们经常说 香港都是在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下 最自由的地方 是 又有那些监控 我相信这间厂 因为很多人来这里做事 那这间厂都被人监控 都不出奇 即是有这样的事发生 即是有这样的阴影 其实我们真的 是否还这么自由 我只能够这样说 在中国的土地里面 我们算很自由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打个电话 他又在那 勾线 听到你说什么 我打个电邮 他又知道 发封讯他又知道 谁进来的 他又知道 谁出去他又知道 他全部撩如指掌 你也飞不出去 五指山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是国内的情报机关 我会做得很透切 幸好你不是 有时候的情报 都做得很拙劣 有些就 有些 但一点都不难做 你在民主党那么久 你有没有些蛛丝马迹 让你觉得他们真的在监控 你或只是我都是在想的 有 不过我想 不在那里说 不在那里说 总之告诉你 有 不在那里说 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 可以做 不然我们天天搬到公园 开会 是不是 或者在街上 一路走 一路开会 有些事情可以做 不过都不要在那里说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你真的 你破了我这个节目的记录 没有人是这样说过 因为所有人上来 我问了一句 又回答一句 不是表示 那些人是不会说 不过他不会像你那样回答 他不会说那句 我很老实的 所以其实有时真的很惨 我最近又去新加坡 都跟他的反对派见面 也见面 因为他有些是在权 因为我们见他的资讯科技局局局长 哇 原来是前国防部长 人民 当然人民力量 前国防部长 但我跟他说 林先生我都说 我都希望你新加坡是可以改 他们当然没什么兴趣听 我跟那个叫做努工党 他反而有几正面 他有一句说话 我相信就是 我们香港市民都要听 他最近他们选举 他国会81席 他赢了六席 他的选举制度 他可以加多了两席 那两席就是高票 不是高票但都输 但都可以拿多两席 他就觉得 他说他的党 一定要做些事情 是比新加坡的人民觉得 他是有能力 有能力去执政 就不只是反对他的 其实这些事情 我们民主党都尽量想做 所以他还很正面 他说些事情 虽然他的那么少 百一个的八席 有鬼用吗 但他又很年轻 而且有一件事很好 他跟我说 他说他们十几年前 有些人来香港 看到民主党的人 跟他谈 那时他不是入党的 那女孩 就是谈完 他觉得很兴奋 是 他立即跟我提 他见到 其实我看法 他说大兄姐 世界的潮流很清晰 是要走向民主 无论你是北非 无论你是中东 你那个独裁统治 好像埃及总统那样 四十年 尹如泰山 你说一年前 有哪个预计到 他一落台的时候 是落得这么急 而骨牌式 是整个地区都影响到的 很难预计的 就算新加坡 早前我们见到他选总统 选总统 他是反对派的票 和执政党的票 已经是拉得很近 拉得很近 这个是没有人想过的 连李光耀都觉得 似乎都是要改变一下 人民行动党的方向 有时政治的事情 就很难去预计 等于中共那样 由八九六四天安门镇 到今天 国内似乎好像经济不错 相对都稳定 但是看深一层 为什么一些城市 什么城管去嘔打小贩 哪里拆遷 会整个镇 整个市暴乱 这个是想象不到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香港食環署 和小贩衝突 会不会整个油麻地去骚亂 其实这个是看得到 国内的民怨 都是相当相当严重 共产党要自己想 是不是还是用一个 封锁新闻 限制维权运动 你这些律师帮他维权 拘捕你 除你牌 放逐你 远禁你 迫迫你的家人 是不是还是用这些高压的手段 温家宝总理出去的时候 外国访问 就说到很漂亮 但内地的媒体有时候都不播 他说话都不会报道 你说恐不恐怖 总理说话都可以被人删除了 中央电视台很清楚 我以前看大陆的新闻 首先江泽民接见外斌 跟着总理又见哪个国家元首 他全部按政治局 常委排名去报新闻 就不是按新闻性的重要 他就逐个领导人去讲自己的工作 温家宝总理讲这麽重要的信息 但他只是在外国才有 国内就没有 所以说他 那为什么人家说 温家宝总理是影帝 是有原因的 我当然不想他是影帝 我当然是想他真心诚意 希望做这些事情 但到目前为止 我都见不到有什么实质的成绩 反而是每放越下 国内的空间越来越狹窄 现在阿廷就是说 那个抹理花革命 都是可能吹到来中国 那为什么他这麽害怕呢 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够了 我很高兴挺上到来 这麽坦白跟大家说 亦都讲了民主党的事给你们听 有机会我们再请他来 多谢你们 拜拜